一人分事多绝,最多能演几个 最新记录李线11个 电影赤狐书生之后 有段时间没见见男友了 直到最近的悬疑迷你剧 剩下的11个 剧名已经剧透 李线一共会饰演11个角色 第一集的结尾 迷幻的音乐下 两个李线同框 颇有黑色悬疑那位了 之后还会有大明星版李线 在人群的簇拥下 嘴角露出一抹礼貌的微笑 可即便是新剧开播 李线也没有频繁营业 只发了一两条相关的宣传内容 网友都在评论 献哥终于记起密码了 很多人说李线很特别 但说不上哪特别 其实这就是李线的气质中 最独特,最不可取代的部分 虽然身处迷你场中央 但李线一直有意识地 在跟流量,热度,保持距离 如果说出道的前几年 李线属于低调的演技派 亲爱的热爱的 则让他迅速站上了一线小声行列 韩商言既有酷的一面 也有酥的一面 哪个女孩不想要这样优质 而不油腻的男朋友啊 但李线知道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在表演上 就更明确自己的定位 只会在业务和口碑上加功夫 不会迷失于一时的流量高低